凤琴 以后别叫我凤琴 我现在叫张月 没想到啊 这老太婆还值三千块呢 你妈以后归我管 与你无关 放心 给我滚去城里打工 挣不到钱就别回来了 妈没文化 怎么能去城里呢 不要怕 我让张仪啊 给你找了个好去处 你看我这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穿这个 你不懂 大老板呀 就喜欢你这款 哎呦 美女 我能邀请你 当我的舞伴吗 哎呦 还是批猎马 我喜欢 你们干什么 老头 行不行啊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臭婊子 敬酒不知吃罚酒是吧 给我喝 他妈的 他妈的 给我追 宿圈 你怎么出来了 凤琴 你还好意思说 这不等于出来卖吗 我经常就是想靠自己的手艺专情 哎 你不要说的那么没听啊 我们年纪都这么大 现在不封一百人 多可惜啊 我经常就是想靠自己的手艺专情 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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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嘛 我呀 今晚就带你去附近的五星酒店休息 我尝你一下 哎 明天就帮你把工作引绝了 嗯 来喝口水 行吧 那麻烦你了 这些风情 里面的老王祖可是看上了这个女人 你要是有办法能让她上了老王祖的床 好处少不了你的 啊 兰桂酒店 这是房号 干不好就给我滚 走吧 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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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扶您的 还是我 请走 请走 公司旗下的蓝桂酒店就在附近 希望今晚就先去那儿休息吧 嗯 哪儿队 叶桂酒店 算了吧 宿娟就准了自己进去吧 i know what i can't deny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m wrong cause i'm hella frustrated i know we had something special baby but now the fact is you're gone from good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ry to say all you've got i tried to put it all aside i thought you tried try it still there's no 我这才紧张第一天 怎么就干了这种 Whitney 就死人了 给我查昨天晚上 有谁来给我封建 龙哥 我那位封印有存的闺蜜 昨晚上 是不是要那位大老板 欲仙欲死的 还好意思说啊 老板等了一晚 一个人没看到 怎么可能 我明明把他送进999房间的 谁那么999 我给你看的是666 999那是秦氏集团 秦总的专属套房 秦氏集团 秦总 苏娟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是不是跟哪个男人 你别说了 一大半年纪了 丢死人了 谁啊 和那么多 谁知道谁是谁 看一样子 他真不整 来的是秦总 那我岂不是有机会 苏娟 那今晚上 还去KTV工作吗 我还是 自己找公主 那种地方 不适合我 喂 大侄子 你不是 在秦氏集团当网安吗 现在 秦总在不在乎 秦总刚刚出去了 好像去了 招费贵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了 秦氏集团旗下 酒店招聘了 这是妈妈的味道 这位女士 你被聘用了 谢谢 谢谢 我不同意 陈主管 这位女士做的包子 可好吃啊 你是农村来的吧 你可以走了 您尝一下我做的包子 还挺好吃的 您尝一尝 穷酸的乡下人 就是没见识 你能做出什么好东西 葬死了 可怕吃了都要进医院 虽然我是农村人 衣服穿的没有那么得体 但是我也是干干净净的 海电关 最讨厌你们这种吓的人 空气都被你们污染了 来人 快点把他给我赶走 快点把他给我赶走 住手 这人的信息 这么厌 怎么回事 熊大叔啊 这个女人 就一农村来的统包子 居然想用骗 我们集团的厨师 这不搞笑吗 农村人怎么了 我也是你 你也看不清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身为主管 不为集团吸纳人才 还带着眼色眼睛看着 秦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秦总 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一定改 你可以走了 谢谢秦总 大人不计小人过 还不明白吗 你被开除了 你叫什么名字 游宿君 游宿君 你以后 就在我集团下面的 兰桂酒店 做点心师吧 月薪两万 其他的事 人事给你交代 如果你愿意 现在就可以入职 好 好 这包子是你做的吗 嗯 是非道 难道 她是昨晚的女人 难道 她是昨晚的女人 秦总 昨天晚上的女人 找到了 带去我办公室 是 我现在先回去收拾一下 她真是昨晚的女人 哎 秦总 这是遭老罪咯 哇 这还只是 秦家旗下 众多酒店之一 以后 都是我的了 少爷女士 这位 就是秦世纪三的总裁 秦振雄先生 你就是 昨天晚上的一个女人 昨晚的事 抱歉 不过我可以补偿你 房子 车子 钱 你把我当成那种物质的女人了 那你想要什么 我虽然这么大岁数了 还没结过婚呢 你可要对我负责呀 怎么 你想做那种 屎乱中气的男人啊 我是说 我们也需要时间 来 培养一下感情 我们 都内啥了 还要培养什么感情 赵女士 我们总得给秦总一点时间嘛 对对对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剩下我安排 好 那我 回去准备了 凤青 凤青 你这身打扮 怎么 没见过吧 我们城里人都这么打扮的 我可不像你 土里土气的 好好好 你是城里人 凤青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找到工作了 我把你也介绍进去吧 我马上就有男人养了 还工作个屁 谁啊 你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呀 我可不想让他知道 我有你这么吐气的朋友 好吧 那我们中午炒两个菜 庆祝一下 我们终于有了依靠了 随便你吧 反正 我男人马上派车来接我 那好吧 处 果然一辈子穷 你唯一一字能改命的机会 嗯 凤青明真好 不行 我得赶紧收拾收拾 马上上班了 秦总就安排我住这儿啊 河女士 家里呢还在收拾 您就先在这儿 将就将就 哼 这不是昨晚那个酒店吗 不会碰到那个男人吧 刘姐 你是来入职的吗 我带你去 入职 这可是镇雄的酒店 这个老鸡是秀晓琳在这里 老鸡 你又人中毒了 怎么回事啊先生 刘苏轩 这怎么回事啊 刚来第一天你做的包子 就给客人吃出问题来了 我完全按照酒店卫生标准来做的呀 还卫生 你看这是什么 包子里面怎么有蟑螂 真恶心 关键还是半截入土 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啊 谁要解释 秦总 这个刘苏轩包子里有蟑螂都不知道 而且还让客人给吃到了 怎么办呀 秦总 我们消费者 可是相信你们秦氏集团的 但是你看这是什么 你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交代 交代 你想要什么交代 我要 你开除他 这个不痛啊 你胆子不小啊 敢碰死我秦氏集团 秦总 刚才发生的一切 辛苦的拍到了 秦总 我错了 我错了 秦总 秦总 刚快出座 秦总 秦总 谢谢你 好好干 秦总 太太太还在房间等你 太太 她已经结婚了 秦总 秦总 过来喝一杯 你这是做事 今天晚上 就是我的冻缓发热 是 这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被我经验的 公司还有事 你叫什么名字 刘素娟 刘素娟 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刘素娟 放到明天就不能卖了 不能浪费 找个东西装起来 我饭何呢 肯定了房间里了 好几十块呢 那个人应该已经走了 去看看 应该没人吧 我送交流送去 多多大笔记了 还想这些丢人不丢人 还好那个男人已经怎么了 你是在找这个吗 秦总 我的饭盒怎么在你这儿 这个饭盒是你的 秦总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刘素娟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住着 不是啊 秦总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房间一直都是我专属 对了 你刚刚为什么说这个饭盒是你的 不是的 我认错了 不是的 怎么走错房间了 怎么走错房间了 您好请问你有看到一个饭盒吗 风哥快进来 小宝贝 哥马上来啊 没有 滚 你没事吧 老马配老草 绝配啊 你想干什么 给我的员工道歉 不然就滚出去 你想让我给这个老松道歉 不道歉 那我秦正雄亲自叫你道歉 秦正雄 秦正雄 秦正集团总裁 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你秦总 我先走了 为什么我们心跳这么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早餐新品 腊肉咸菜包 你尝一下 好 真好吃 真好吃 宿轩 建国大哥 建国大哥 你怎么来了呀 来 吃个包子 好 组织派我来江城 学习两天 听说你在这边 特意过来看看你 不愧是咱们村里面 第一个中专生 真是厉害 厉害啥 我又不会做包子 哪像你 包子西施 对了 最近生活怎么样 不就是个中专吗 我还自考本科呢 熊特主 你怎么来了 那个刘姐 秦总还没吃早饭呢 给他送点呗 那我去准备一下 进来 秦总 你还没吃早饭吧 包子 我问你啊 是自考本科厉害 还是装科厉害 回答我 什么是自考本科 看你也不太了解 算了 坐下一块吃 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 这味道怎么那么熟悉 苏绝 十八号晚上你在哪 十八号 那天 那天我在跟我朋友打包酱 这行 你还没吃早饭吧 秦总正在办公 太太 您不能进去 让我进去 秦太太 秦总 那个 我想请两个小时的假 建国大哥 约我去商场 我先走了 秦总 苏绝 这谁啊 刘景 给秦总送包子的 你不是说秦总在办公吗 郑雄 这是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来我办公的地方 郑雄 你什么意思啊 你听不懂吗 备车 我要去设计广场巡视 那不是刘景要去的地方吗 他可以进来 我却不可以 刘苏绝 你给我等着 这个商场 都是年轻人来的地方 东西怕老贵了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享受享受生活 秦总 你怎么对刘景这么伤心啊 我自己的商场 我询尸一下怎么了 是 怎么了 邪朗朗 没关系 你在这儿等我 我就给你买一个 我记得你穿 三十七码的 不用不用 别动啊 等我啊 看你这身穿的 土里土气的 你知道这双鞋多少钱吗 五百 五万 买得行吗你 把你这颗老做卖了 也值不了五万 谁说他不值五万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他不值五万 然后呢 你看 他都这么大年纪 穿这么华一个鞋 配不上啊 不合适啊 宋隽 秦总 我自己来吧 这不挺好看的吗 我们虽然年纪到了 但该打扮还是要打扮 刷卡这些我买了 秦总 这个鞋太贵了 我配不上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你配不上的东西 你还愣着干嘛刷卡呀 好嘞好嘞 秦总 这个鞋 跟我今天这个穿搭 他也 不搭呀 那怕什么 挑一身不就是了 随便挑 不用不用 我 你不挑 我帮你挑 算了 还是算了 服务员 那些 先生 这些都打包吗 除了这些全都打包 这 这 这么多衣服 我也穿不了呀 穿不完 就摆在家呢 看 这位老板 谢谢你 我这十年的业绩都有了 那这个商场的效率 还真低 过去情绪 我来晚了 你 我一起过了 我都把这件衣服 都送到宿舍家里 是啊 我能完成任务 秦总 我会回礼了 你啊 好好工作就可以了 那我先过去 秦总 之前应酬 可从来没见你 喝了这么多 秦总 回来回礼了 刘姐 我还有点事 你先扶秦总 休息会儿 我吗 秦总 秦总你慢点 小心点 小心点秦总 秦总慢点 秦总 是我后还是陈建国号 秦总 你喝多了 你别过来 你这样 秦总 你有太太了 我都走了二十年了 我哪来的太太呀 你赶紧 你的太太 你别低于 郑雄 我亲自给你做的营养早餐 不用 我一会儿还要去试查 郑雄 你额头怎么办 没事 秦总 这昨天晚上谁袭击你了 我一定查出来 让他陪他亲家到场 没事 昨天被杂以后 清醒多了 我还得谢谢他呢 完了完了 这我咋陪得起啊 秦总 你真的要感谢他吗 当然了 我得好好地感谢他 怎么感觉秦总能说反话 秦总 不好意思啊 昨天晚上 我瞎说太重了 什么 刘姐 是你咋的 那你可得对秦总负责呀 为了表示歉意 我特地给您炒了一盘菜 等一下啊 刘素杰 秦总才不会吃你的菜 您尝尝 您尝尝 吩咐吻一下 以后酒店的食材 全从素权他们村进 真的吗 太好了 乡亲们再也不用低价把食材 卖给批发商了 等会儿 我名校的六家酒店 所有食材 全从他们村进 好 我这就请通知 秦总 我提乡亲们 谢谢你 秦总这平衡 就是 有点渣 我爹一直在酒店 家里这么大的别墅都不管了 该不会 给我找个后妈吧 今天 我去微服私房一下 又是个想来 磅大款的农村妹 哪个村来的 是想来我们酒店 找有钱人 你是谁 我来找谁 关你什么事 哎哟 我倒是第一次见 你这么嚣张的农村妹 哎 农村妹与狗 不 农村妹 农村妹怎么了 谁家网上数三代 不是农村的 而且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在这里 我最大 我爸是秦振雄 哼 那这么说 你就是秦氏千金了 当然 哼 你敢拿我 秦振雄是老娘的男人 你想来认干你 没门 一定要洗干净啊 干什么呢 外面吵什么呢 看他 看你怎么了 你肯定要理你小剑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老婆跪下磕头 赶紧好好跪下 能给我这个秦太的磕头 那可是你的服气 听到了吗 服气 奉琴 我还有点事 吴经理 要理你处理一下 好的 太太 好的 凤琴 凤琴 这个刘宿君 又来坏事 给你五万 替张仪办件事 难道是我认错了 干什么呢你是 小贱人 胆挺肥啊 吴经理 这是干什么 来认干爹的小贱人 我不是 我是来找我爸的 吴经理 咱们空口无凭 可不能乱说 我懒得跟你们扯 我这就去交保安 把他们轰出去 小姑娘 还有一小姑娘 别哭了啊 我爸找了后妈 后妈不仅不疼我 还欺负我 还伤我耳光 天底下 怎么会有 这么恶毒的后妈 饿了吧 小姑娘 走 带你吃点东西 走 来 吃吧 要是她是我妈妈就好了 好吃吗 嗯 把这个小贱人 揪出去 你想干什么 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 就敢动我 乱着干嘛 她就是个来认干爹的小婊子 多杀 住手 爸 他们都欺负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秦总 这位 真的是您的情节啊 我的独女 秦倩倩 秦总 我永远不是泰山 得罪了大学姐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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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有这回事吗 嗯 大学姐 求您饶了我吧 这次 她刚刚还说 我是来认干爹的 小婊子 啊 秦总 我真不知道这是打脚脸啊 你不知道 按你的意思 凡是进酒店的客人 只要你看着不顺眼 都能骂人家是小贱人 你这个精神 这么 她刚刚还让保安把我扔出去 秦总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还敢有笑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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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拼一下 无凡 得不配位 降为普通员工 取消年终奖 再有下回 却不回家滚蛋 秦总 收下留情啊 我花了十年 再躲着这个位置啊 怎么会到啊 爸 犯错的人 已经受罚了 那立功的人 是不是该赏了 受问刘姐 耐心服务每一位客人 刚刚还站出来 问我说了话 你说该不该赏 不用不用 就是是什么事情 不行 必须是 不 安排一下 不觉以后 就是几天的父亲 是 对 不行 刘经理 这么快就当上经理了 老太婆 你挺有本事啊 你来干什么 快回去 别影响我工作 我来干什么 你收了别人的彩礼 自己跑城里来当经理了 现在别人找上门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什么时候收别人彩礼了 一个六宿轩 你收了我三千多块彩礼 却人间蒸发了 这是我今年的买六千 他收了五千一百七个三块钱 关财本钱 他欠我六千多块钱 你这算什么 我捡垃圾存了一万多 三天都没吃饱饭了 你们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 你们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 不认识啊 你说我完全已不认证了 就是 不认识 不认识我怎么知道 你屁股上有克制啊 怎么你也看到了 我什么时候屁股上有克制 你怎么就证明你没有 二位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虽然是你儿子 但也看不惯你这种骗鸿心 可何况 跟四位老先生如此的可爱可亲 所以啊 我要大义灭亲 妈 你觉得你跟所作所为 能在这种高级酒店当精灵吗 你就该回去继续当陪酒女 什么这么大年纪来 还在KTV当陪酒女 世风日下 人心不虎啊 刘姐 你真的在KTV当过陪酒舞吗 没有 我是被他们骗过去的 我很快就跑出来 什么都没有干 刘姐 我相信你 好 和KTV继续上班去 放手 你放开我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老东西 你谁啊 老东西 你找这么多个鞋事 苏绝 你骗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好 我信你 我不欺负老头 你自己管 我都七八十岁了 还被你们年轻人欺负 还有没有天理了 就是 男人 你没想干什么 现在可是法制车位啊 你应该感谢现在法制使用 苏绝 这你儿子 我不会收拾他 你不介意吗 他总就该收拾你去干什么 给我打 妈 我错了 妈 我错了 妈 我错了 以后再敢欺负我们公司员工 我让你的江城消失 好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让出去 爸 要不我们先送刘姐回家休息吧 走 震雄 震雄 我今晚给你准备了烛光晚餐 塔塔 别瞧了 这秦总啊 跟一个村里来的老女人回家去了 村里来的老女人 对 就是那个 刘宿娟 哪来的人 杏仁的手段还真不少 死权 又是这个坏人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盯着他 只要有机会踩死就给我弄 出什么事我担着 好 好的 太太 进 清初 走风 你怎么来了 清初 江湖救急 我爸请了一些岗商 说是要来江城最好的酒店举办宴会 所以 所以 我想用一下兰桂酒店的天字一号宴会厅 秦总 这个季度 酒店餐饮部的业绩 整整翻了一倍 想来我们餐厅又餐 至少要提前两天才能约的 宿娟 晚上宴会的事 要跟你自责 我 对 就是你 可我之前没有负责过宴会 秦叔 刘姐她能醒吗 那不然你换脚就变 别压情说 宿娟 我相信你 有了 刘宿娟啊 这么重要的宴会 又是给你给搞砸了 秦祖 还容不容得下你 刘宿娟 这才精神几天 就这么嚣张 不过 很快你就精神不起来了 刘姐 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没事的 我亲自盯着的 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刘姐 不好了 给港上表演节目的演员们集体拉肚子 进音乐了 什么 怎么会呢 他们的餐食都是我亲自订的 怎么会拉肚子 刘宿娟 你说你平时不讲卫生也就算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你还能掉链子 你少许可配人 行了 别闯了 想想怎么办吧 实在不行 我胜 你说什么 你胜 我以前在我们村跳舞也是一把好手 不是你知不知道来的可是港商啊 就你们农村叫的土央哥 人家港商看了对不对 你笑了大牙啊 算了吧 姐 人家港商看的是新仇 牛央哥 算了吧 不是我跟你说 就你那俩下子 到时候丢人的 可不是你自己 而是我们整个酒店 甚至整个江城都会颜面尽尸的 刘宿娟 这瓶子 刘姐 如果你真的要上忙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是呢 不是你留宿娟 你是不是想出风都想疯了 要真是让我们酒店 甚至整个江城丢脸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天当的责任我来负 新宿 你不要被这个女人鼓挥 她可是想让我们酒店 甚至整个江城丢脸 她可是想让我们酒店 甚至整个江城丢脸啊 你在叫我做事啊 没 没有啊 有几场把握 三四成吧 我相信你 那我先去准备了 秦真兄 你从来没有这么温柔 对我讲过话 姐妹们 在江城的 穿上队服 来兰桂酒店 怎么回事 我要的参赞表演呢 您 您稍等稍等啊 游戏怎么还没来啊 秦总 这个流宿娟 会不会起来 我要相信 流宿娟 我还等着你上台 流宿娟 流行街里 还传来 八样去 消满 流行街里 还传来 八样去 消满 阿里坑道 热面 暴房 铁巴 出入了梦 男人 这是涉嫌上的故事啊 遇到浪迹天涯的孩子啊 游战也游战 暴房 这就是文字 这是风云 你流宿啊 你让我回想 这让我想起 儿子 我心爱的暖风 啊 无人怎么远 强 不生意里的愿望 我的妈妈在哪里给我的 这都是不我妈 啊 啊 太棒了 没想到 你唱歌跳舞这么厉害 没有 就平时喜欢 跟小姐妹们瞎跳 这次危机 多亏了你 还乐意接触 以后 你就是这家酒店的经历 可是我没有经历 我可以教你啊 如此之外 十万 不用不用 这些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 给有工的员工发奖金 也是我的分内事 苗索娟女士啊 别人僵尸 十分有物品才华 晚上 想起您共进晚餐 不知刘女士一下如何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我约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秦总 说您哪 要你说 那你待会很重要的会议 取消 你不会取消 是 建国大哥 建国大哥 我还想给小枫找个妈呢 我 废物 今天让那个刘宿娟出尽了风头 这 这我哪知道 这个刘宿娟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 这还带来一帮老葱助长 废物 建国大哥 稍等一下 我换件衣服 好 我知道怎么赶走她 喂 建国大哥 听说你也来讲究她 叽叽 这就叫生活 没事挑挑我 五约五略 享受生活都好 苏娟 我们也挑一个吧 不了不了 我画成这个样子 别人会嘲笑我的 不会的 你今天这么漂亮 你往这人群里一站 那就是鹤立鸡群 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啊 这身衣服很贵吧 不贵 也就几百万吧 那个 那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买点豆花啊 苏娟 你觉得 建国大哥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别装糊涂了 建国大哥对你怎么样 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你男人走得早 这么多年 建国大哥可没少帮着你们家 咱们女人啊 最重要的就是找个依靠 可是 我只是把建国大哥 当兄长一样 兄长怎么了 感情不都是培养出来的吗 男人嘛 只要能对你好 其他的都不重了 何况 这陈建国在村里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要嫁给他 以后谁还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的 我在城里这么多年 见过的男人也不少 像陈建国这样的男人 可不多了 咱们是闺蜜 我不骗你 凤琴 可是我现在 真的没有忘记 有苏军 我有苏军 你怎么能想到秦总呢 人家有太太了 苏军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 有看上的老伴了 哎呀 凤琴 你也别老说我了呀 那你呢 你跟你男人在一起这么久 你怎么 也不带过来 给我们看一看 他平时那么忙 哪有空见你们 再说了 他跟你们 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你 总是要带回家的呀 你说你 爸妈都年纪这么大了 他们就希望你 找一个好男人 然后呢 好好地过日子 那你什么意思 我找的男人不可靠 就你眼光最好 哎 凤琴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觉得 我找了个有钱人 眼红的 豆花来了 怎么回事 我才走一会儿 出什么事了 没怎么 我就是觉得 和你们这些穷人 没什么可聊的 凤琴 你豆花 凤琴 你的银行卡 建国大哥 我们快追上去 好 难道说 凤琴 一直住在这个酒店 建国大哥 你先回去吧 这个酒店 我说 这不是秦总的风景 难道 凤琴就是 凤琴 这个人怎么跟来 凤琴 这不是要被他发现了吗 苏俊 他来找我的吗 苏俊 你是来找我的吗 秦总 你认识一个叫凤琴的女人吗 不认识 看她样子 也不像是书 嗯 不是来找我的 我朋友在这 她的银行卡掉了 进去坐坐 来 请进 喝水 嗯 秦总 我记得 之前不是住对面 那个房间吗 不喜欢住对面 我就搬过来了 嗯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带着刘女士过去 苏俊 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 我 这次 那群港商 不仅要跟江家签单子 还要跟我情事合作 真的吗 明晚 江家这儿会签工宴 也明要我带你过去参加 他们还要看你表演 啊 秦总 我穿成这样 是不是有点老来翘啊 什么老来翘啊 你本来就很翘 刘祖娟女士 你的舞姿让我意想深刻 你能教我跳吗 不好意思 刘女士今天 要教我跳 请老板生怕刘女士吃亏啊 不如让刘女士 带着我们一起跳如何 好 那就 大家像我一样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看来不把生米煮成熟饭了 迟早会被真凶发现 他在给谁下药 来 今天呢 都很开心 大家会一起 喝一个 喂 秦医生 来兰桂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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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等你呢 秦总这边有我就可以了 嗯 这晓 今天晚上 就是我的了 喂 七医生 不用过来了 我的后妈 我自己选 你不配 苏全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 放你 不怪你 昨天我们都喝多了 对不起啊 我 苏全 你还是第一次 你胡说什么 我儿子都二十多了 那怎么会有血啊 我带你去检查 可能是立假 可是我都已经 好几个月都没有来了 难道是上一次 刑房试之后 刑房 没有没有 可能是立假 这怎么能够猜测呀 这必须得去检查 大姐 不是我说你 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在房试上 这么不注意 是是 我知道了 你看你已经 等等 秦总 您 能不能先出去 好吧 有什么事情 跟我说 嗯 你自己看看 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已经停经两年了 怎么可能怀孕吗 这种在医学上 挺不罕见的 而且你身体也不错 可以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可是 没什么可视的 你身体挺好的 你老公也是 非富即贵的 看起来 他不是我老公 他是我老板 你怀了你老板的孩子 素玄怀孕了 素玄 你怀孕了 你胡说什么 我多大年纪了 怎么可能怀孕 秦总可是有太太的 这个孩子的事情 我得来下来 行了 医生说我没事 我们回去吧 那我先送你回去休息 昨天晚上的事 我会给你的交代 嗯 这叫什么事 怎么了 爸 你这是为情所困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女儿 我能不了解你吗 你老爸呀 好像伤害了两个女人 那晚上果然成了 也是 那种药 连拖牛都能发情 何况老爸 本来就对刘婕有意思 乖女儿 你说老爸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 该问我自己的心 问心 你对谁真正友情 你难道 感觉不到吗 还是说 你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郑雄 这么长时间 你还是第一次来我这 郑月女士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我不合适 郑雄 难道你真的要做那种 不负责任的男人吗 抱歉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能给你 但秦太太的位置 我给不了 那个位置 你是要留给刘苏娟 那个 你认识苏娟 现在这个酒店 谁不知道你和刘苏娟 那个点破事 又是你侮辱她 我还是那句话 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 但秦太太的位置 也做不了 孩子 我该怎么办啊 凤青 苏娟 我被甩了 你能出来陪我喝酒吗 我不能喝酒啊 那你出来陪我聊聊 好吧 这是干什么 一个男人而已 至于吗你 你觉得 我们两个谁更强啊 当然是你了 你这么漂亮还会打扮 那为什么你有男人愁 我却没人愁 你说什么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喝酒 我不能喝酒 为什么 你今天你不喝酒 又是看不起我 我真的不能喝 你要不是孕妇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知道孩子爸爸是谁吗 是陈建国的 你胡说什么呢 是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 孩子竟然是秦真雄的 苏娟 你听我的 这个孩子你千万不能生下来 你想啊 他以后要是知道自己是私生子 那得多难受啊 为什么 你儿子都二十多了 你再给他生个弟弟妹妹 让他怎么行 再说了 你连那天晚上的男人是谁你都不知道 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 他一出生就会被人看不起的 再说了 你这刚在城里找到一份好工作落脚 你这一去生孩子 工作在这 苏娟 你自己好好想想 冯卿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我先走了 刘晴难道和张玉认识 上回刘晴喊了凤仙 就是这个张玉 帮我查一下刘晴和张玉的关系 刘晟卿 你自己 休想生下这个孩子 阿伟啊 你妈怀孕了 要给你生个弟弟 孩子 你到底该不该来到这个事 阿伟 你们又来了 我不是给过你钱吗 你给的那点钱 哪够用啊 阿伟 妈已经负担不起你了 负担不起 那你还想跟我生个兄弟 哎 你们还不知道 我爸都死了二十年了 我妈刘素娟 竟然怀孕了 什么 刘晴 竟然怀孕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能做出这种事情 还怕别人说呀 妈 不话可说了吧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八九的农村妇女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才进城几天 居然怀孕了 真不是我这个做儿子的说你 我们老刘教的脸 都被冰封了 你想怎么样 想的啊 告诉我 那个野兰是谁 我去找他药材礼 你胡说什么 妈 你难道想到天吗 都被他睡了 换了他的孩子 我找他 要给你百万千里 不够分吧 你把我 钱想疯了 我就是想钱想疯了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挣钱吗 天哪儿子 开豪车 住豪宅 你做为我妈 不觉得羞愧吗 羞愧 你爸在你两岁的时候就走 我一个女人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养大 还给你爷爷奶奶养老送多 我想会什么 我不管 我不管 我找到那个野男人 我要彩礼 我不想看到你 老东西居然敢打我 这人怎么这样 这 他妈对他这样 都给老子闭嘴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们 彩礼 我可以不要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把孩子打掉 现在就去 不要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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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小了 不能给我挣钱 那就是废物 废物 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阿伟 阿伟妈求你了 阿伟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的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 放屁 那就是一个不能给我挣钱的废物 阿伟 阿伟 你有钱 妈给你救 那你放过他吧 放过个屁 钱还不都是我的 这个孽种 这个孽种一定会 想尽办法给我讲 我听不见了 妈妈 走我们去医院 走 走 走 放开我 什么事啊 看什么看 没见过儿子 闭马打开的 你们救救我 我的孩子是无辜的 小伙子 你这样对你妈 太大逆不道了 就叫救死 救死 你滚哪 少多个闲事 哎呀 我看你们谁敢都说一句 其实啊 我也不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人 我爸都走了二十年了 我妈现在突然还了个孩子 你没说话 我怎么跟我死去的爸 交代啊 你是个私生子 特别要脸 原来这个女人看着老师 背地里玩得这么黑 别说 你别说了 关键是 他还不肯找那个野男人要采礼 你们说 这种孽种留着 有什么用啊 谁送去啊 找你死定 给你最后一次见 男人到一百万台里 野王老子来了 救不了你 我说的 我说的 不好了 今天 一姐他还是就来闹事了 居然还可能 想是带刘姐去医院 快带我去 大小姐 我查到了 张岳原名叫张凤馨 和刘苏涓是同乡 还有呢 那个张岳宣承 自己和老爷春风一夜 老爷才把他留在身边 但我查到 那天晚上酒店根本没有张岳的分子记录 只有刘苏涓的 好 我知道了 刘姐现在在哪 在酒店 但刘姐他儿子正在打他 还是要他把孩子打掉 什么 阿伟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妈妈 孩子是无辜的 不想去医院是吧 好啊 我道歉你这个请求 你愿意放过妈妈 不不不 我听到想起 医院还得花几千块钱呢 你什么意思啊 啊 啊 嘿嘿 你干什么 一块板砖 送他投胎 啊 啊 苏润 刘姐 刘姐 大刘姐 快救刘姐吧 他被儿子 拖去打开了 刘姐 苏润 别过来 别装动 她是你妈 她还了别人的野种 还不可以要彩礼 这种妈 我要的有福用啊 出手 苏润 你的目的是彩礼 不然呢 她是我妈 君应该想办法换钱 让我过着好日子 好东西 看起来 你应该挺有钱的 要不 你把这个彩礼钱出了 直接买一送一了 安文 在你的眼里 不就是商品吗 少废话 你儿子换钱 是你的光种 你找死 放开我 你不能耗死 放开我 苏润 怎么出事 苏润 他以后 不再是我儿子 以后我不想在江城 再看到他 太祖 你不能耗死 你不能耗死 你怀孕了 怎么不给我说 夏亮天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我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先带你去休息 走 刘苏润 为什么每次秦振雄 都会出现在你身边 谢谢 跟我还客气什么 苏润 你给我说实话 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 陈建国那个混蛋的 出了这么大事 他连个人影都看不着 这个王八蛋 你胡说什么 这个孩子 怎么可能是陈建国的 苏润 我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 从今以后 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好吗 不行 为什么 你已经有太太了 我不能当小三 我老婆走的都快二十年 了我哪来的太太呀 你还在狡辩 上一次 我给你送早餐的时候 我都已经撞见了 别人都这么说 你笑什么 你误会了 那根本就不是我太太 谁说我不是的 你怎么来了 这球 我怀疑了 别动 你不是说要财力钱吗 我给 这张卡里有一本 卡给你 放人 谁知道你是不是骗人的 我是秦氏集团总裁 你有什么值得我去骗他 把卡扔过来 我就放人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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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你们干什么 想反悔 我的财力是个宿娟的 不是给你这个白眼龙的 我告诉你 只要宿娟想要 别说一百万 你千万一个亿我都给得起 但我不会给你拿一分钱 我 我该怎么办 宿娟 我们认识四十多年了 一直以来都是你让着我 今天 你就再让我最后一次 好不好 宿娟 就当我求你了 你把真雄让给我 让我肚子里的孩子 有个完整的家 秦总 你已经有太太了 我也不适合待在这里 我该走了 老公 我怀孕了 好软 秦总 冯淇 祝你们幸福 爸 刘姐 张月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刚查出来的 你就是传说中的 秦太太 不好意思啊 苏娟 我一直都瞒着你 你们认识啊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是要自己的亲生孩子呢 还是要别人的野种呢 父亲 你怎么可以说话这么难听 苏娟 我求求你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能没有爸爸 你也是当妈的人 你应该懂我的 对不对 倩倩 我之前 是得罪过你 但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说 呦 凤琴沈 我还是喜欢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 凤琴 你调查我 我调查你怎么了 张月 原名张凤琴 今年四十七岁 已在KTV 拉皮条为生 真行 别听她乱说话 我可是正经人家的姑娘 我相信我女儿说的话 倩倩 接着说 张月 以三千元的价格 从刘姐的儿子阿伟手中 将她买断 并将她带到城中的KTV 做啤酒小姐 刘姐不从 张月静偷偷给她下药 我是说 那天晚上 我明明没有喝多少酒 头就晕了 原来是你 那天晚上 上个月 上个月十八号 九九九号房间 那个女人 是刘姐 那天晚上的那个女人是你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以为你有太太 是这个张月说那天晚上的人是她 我才接她过来的 我哪来的什么太太呀 对 是我冒充的你 父亲 我们认识了四十多年 我在一起长大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了钱啊 那种穷酸日子我过够了 老娘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老娘要当人上人 我有错吗 我拿目的不择手段 一次又一次伤害信任你的人 你不觉得你错吗 少给我再这桩白莲花 错了就是错了 你永远也别想进我们秦家的门 老娘等不到她 你也别想得到她 来人 带她去法办 蓄意杀人 我要她这辈子都别想出来 千父一父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现在告诉我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的 确定吗 只能是你的 那那个检查报告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家伙 给张月弄了一张假的检查单 秦总 这不是我的本意啊 是张月给了我一万块钱 你这种人 就不配做医生 吩咐下去 秦总 这个人以后医学界不许录用 是秦总 苏娟儿 以后 欺负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不要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全这百分之八十的包子铺 都是我们王家的 到机上干什么 小伙 肉二合 公营夫人 公营总裁 秦 秦总 秦总 我不知道 哪里得罪你了 不知道 你是 记性不好了是吧 赵海龙 你帮他回一回 啊 王老头 你之前 让我给这位女士下药 你不记得了 你 你搞了这么多 我哪记得呢 哎呀 好啊 都不知道 为老的尊不知灵耻 将当灭 秦总 你和他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夫人 秦总 秦总 你不能灭了我们王家 我们王家 可掌握的全城 百分之八十的包子铺呢 夫人 这是全城 两千三百一十四家 包子铺的产权 如今 他们都姓刘了 秦总 秦总 饶命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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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秦总 你们想干什么 家父 赵尔和 赵尔和 赵尔和也算是个英雄 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 秦总 饶命啊 秦总饶命啊 通知赵尔和 再生一块 秦总 饶命啊 你们干嘛 秦总 你怎么办法为集团 立下汉马功劳的份 你怎么问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总就跟 张月勾搭在一起 这被他蛊惑的呀 秦总饶命啊 游到非洲去 这辈子不许回来 不要啊 秦总 秦总饶命啊 秦总 宿舍 宿舍 我刚刚是不是太凶了 不行 我觉得很帅 一只肉嘛 刘姐 张月犯了故意杀人罪 不怕了武器徒刑 那是她自作自射 不是她的 永远都不是她的 刘姐 你说 你是给我生个小弟弟 还是小妹妹呢 你喜欢小弟弟 还是小妹妹 谁要是刘姐生的 我都喜欢 孩儿叫刘姐呢 该叫妈了 四川 很遗憾 前半生没和你一起走 但后半生 我希望与你朝朝暮暮 嫁给我什么 我希望与你一人 准备你的天 但你自己的情节 我如果想与你一人 我会想与你一人 你一人 你一人 最后一人 我会想与你一人 你一人